大家好 我是Edie 發家莊 有網友問甜品怎樣做 待會和你介紹吧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發家莊很多客人都很喜歡的合桃撻 和大家介紹一下材料 有麵粉 牛油 糖 合桃 焦糖醬 鹽 雞蛋 把牛油 糖 倒在一起 拌勻 捏在一起 差不多下雞蛋 鹽 少許鹽 再捏在一起 捏到差不多下雞蛋 就可以放在撻殼上 把粉團放在撻殼上 好 這邊也不要 薄一點 貼一點 撻殼薄一點 撻殼就好吃很多 即是皮薄 這樣 這些多了我們就不喜歡 好 接著做好了 我就放它進烤爐 然後我們把烤了的合桃放進碗裡 之前做了一個焦糖醬 先炒一下 然後倒進合桃裡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合桃和焦糖醬混在一起 我們可以放在撻殼上 好 像這樣 好像這樣 蝕筋 或者撻一撻 這樣可以 切好 這樣可以 整齊一點 漂亮一點 整齊了 放在撻殼上 完成了 今天在法家莊為你介紹的合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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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